媳妇回到娘家生孩子 还没出院子就瘦了将近20斤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要赶紧跟他补补 现在去这帐拿食材 预定了好几天了 看一下今天有没有 老板娘 猪肚给我留了吗 多少钱 好你给我装一下吧 丈母娘开始清洗猪肚 就这么一小困 竟然要77 有没有两斤吗 这真是猪肉中的精华呀 难怪那么难买 还这么贵 妈 妈 妈你瞧 你女儿最近瘦那么多 是不是你亏待她了 在这边美侠天天就是吃那个鸡酒 都快变成那个酒鬼啊 这样看我宝宝也不黑 美侠你想想多少斤啊 110多 那不止说20斤啊 对 生了那些138斤 那实际上 他呢实际上 他是6斤一辆 还有那个是台盘 淹没多久 还有洋室爷 大概那就是室爷嘛 开始宰鸡 我来抓鸡脚 今天给美侠吃那个猪肚鸡 不能天天喝那个鸡酒 要适量 我看到很多朋友们给我的建议 其实有时候我看也挺有道理的 鸡酒 鸡酒也没事 其实那就是自己酿的酒呢 你所谓是米做的 又没有说有很多 有很大的度数 对产妇 他恢复比较快 肯定是好处多 但是啊 对于吃母乳的宝宝 是可能就有时候怕的影响 他的大脑发育 宝宝摔着啊 自从有了他 手机全是静音 接电话全靠缘分 每天吃饭匆匆 洗澡匆匆 上厕所也匆匆 连打喷嚏都不敢出声 我想问问 有谁跟我一样 我就拍 为啥不要拍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丈母娘做到这个猪肚鸡了 跟他牛的上次做的不一样 他牛的上次是直接把 那个鸡塞里面 他是直接把它剁在一起 等一下放在高压锅里面 那个鸭糖 妈是怕别人说吗 我没有时间给你摸的时候 有一点摸的不放不了 那我不会 我没办法呀 你妈说走法违固 为啥呀 说你是白眼狼 咋又我 咋又是白眼狼了 你又开始调破离间了吗 你没有说 不不说 盖上盖上 开始慢慢的就是压他就行 还放鸡鸡 你们有这样做吗 好不说不说 他翻车恼羞成怒了 白猪就开始打你 我就要曝光他 哇 看着好有营养啊 美侠有口福啊 今天我好不开心 终于不用吃 酱 红枣 枸杞 也当归当身了 也不用喝那个酒啊 是吧 酒还是要喝的 酒真讲啊 听话 吃吧 以后打不了天 连吃的变 换口都行 这张的肉呀 你假如说 会去瘦也太多 你想想变回咋说 给那妈找黑 你就是不懂 女人觉得要瘦了才行 像我那不那么胖 又胖又丑 现在现在最起码 丑是丑 但是我瘦呀 哦 现在都是孩子的妈啊 咋大发那漂亮 那妙条干啥 又不是那身下凉爱 是我 像海底 这个猪肚很烂 你可以吃一下 烤铜好吃 今天我也准备吃 看着都有 这个比那个米酒炒鸡 好吃多 毕竟这猪肚要贵死了 那给媳妇做药子 那就得吃好点啊 对吧 钱没有可以再挣 但是身体补不好 那就是一辈子的事 既然你这么说 我想吃榴莲 吃吃别拉死 没言别又该笑话 拉死那不是还是 因为不喝水和你造成的 我一喝水 我妈就说 你吃什么 孩子又吃什么 你喝水 孩子也是喝点水 所以说 好水不出门 后来就串钱了 看到我又馋了 朋友们 我也得吃 我都听到你肚子叫了 视频朋友们 咱就不拍了 之前有朋友们留言说 吃那个猪脚包浆也行 我们这两天也吃过 感谢大家的关心 再见 再见 啊